不生孩子的五对明星夫妻 来看看都有谁 第五对 梁朝伟和刘嘉玲夫妇 梁朝伟今年61岁 刘嘉玲比她小两岁 二人于2008年在不单举行婚礼 刚结婚时刘嘉玲的确想过要生一个孩子 不过梁朝伟一直觉得抚养孩子责任重大 并且不认为自己能教育好孩子 所以一直坚持没药 后来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 也错过了生孩子的最佳时期 索性就不要了 第四对 冯小刚和徐帆夫妇 冯小刚今年65岁 她的老婆徐帆比她小九岁 二人1999年9月正结婚 他们选择不生孩子的原因 一是因为徐帆已经过了女性生孩子的最佳年龄 如果怀孕可能会伴有很大的风险 第二是因为冯小刚患有遗传性疾病 所以为了保证子孙后代的身体健康 他们决定放弃生育 不过他们二人有一个养女名叫徐朵 第三对 周润发和陈慧莲夫妇 周润发今年68岁 陈慧莲比周润发小四岁 二人1987年结婚 婚后陈慧莲一直以经纪人的身份 陪伴在周润发左右 两人在婚后第五年曾经有过一个孩子 不过孩子在预产妻之前 因为期待产景还没出生就夭折了 陈慧莲受到这样的打击 以后很多年才慢慢走出来 而周润发再也不希望看到妻子受痛苦 所以二人决定不要孩子了 第二对 冯远征和梁丹妮夫妇 冯远征今年61岁 梁丹妮比她大八岁 二人在1993年领证结婚 当时梁丹妮已经39岁 结婚头几年 冯远征正处于事业上升期 工作特别忙 二人聚少离多 顾不上要孩子 不过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梁丹妮错过了生育的最佳时期 为了避免怀孕带来的风险 二人一直决定不生了 第一对 冯德伦和舒奇夫妇 冯德伦今年49岁 舒奇比她小两岁 二人经历了三次分分合合 才终于在2016年修成正义 至今结婚七年了 一直没有孩子 对于生孩子这件事 二人的想法比较统一 那就是 一切随缘 又是你的欲 没有是你的命 那么对于以上五对 不生孩子的明星夫妻 你有什么看法和感受呢 请在评论区留言